C2的車友們,大家好,今天我們廠裡剛好要安裝的車子 是車友們最熟悉的C2,所以我們就開個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工作呢,因為原廠的電器後面兩隻已經漏油了 所以來改裝KT道路版的避震器 KT跟原廠的差異是,KT的話是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今天預計把它的車高呢,把它降到最低 大概會剩下半尺幅,甚至是長輪的幅度 因為改裝的話呢,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所以就想要把它降低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後面已經安裝好了 後面的話,這是後面的彈簧 KT的道路版呢,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3公斤 有北區很多的車友都已經有安裝KT的產品了 這個機構呢,就是調整機構 它是來改變車身的高度的 如果這個調整機構變長的話呢,它的車高就變高 如果像這樣的話呢,就是降到最低了 所以後面的彈簧公斤數是配置了3公斤的彈簧 後面的阻尼調整部分的話呢,吸吐是不用拆內裝的 但是需要把這個飾板,內規板把它拆掉之後 才有辦法拆到避震器桶新上座的這顆螺絲 那阻尼調整部分呢,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相當相當的方便 它的後面筒身呢,其實也可以調整長短 那這個長短呢,並不能改變車高 這個的長短呢,是來配合後面彈簧跟hello key的相對的調整方式 所以調整車高的話,是從這裡調整 筒身的長短呢,只是來搭配它彈簧的高低 所以這裡調整的話呢,是絕對沒有辦法調整高低的 那安裝的特別的技巧呢,就是 這個不要調整的太短,太短的話呢,彈簧就預載過多 所以這個是後面特別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呢,後面的兩支已經漏油了 那前面的話呢,正常來說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是要把上座把它拆下來 但是呢,它上座的話呢,我們有一起把它換新了 所以上座的話就沒有要沿用 那上座,這是C2前面的上座 它上座的下方呢,還有一個軸扇 轉向的直推軸扇 直推軸扇在裡面 這個使用了十幾萬公里啊,所以一起就把它換新了 就沒有再拆原來的,再來沿用 這是C2前面的避震器 那前面的部分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左前 左前已經安裝好了 這是左邊前面的避震器 那它的剛剛提到的上座呢,藏在這個裡面 這裡有一個,這裡做一個轉接座之後呢 等一下 然後銀色的這個呢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轉向的直推軸扇 那做了一個轉接座之後呢 就能轉成KT的直捲系統的避震器的 高低可調的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把這個齒輪狀的銀色托板把它鬆開之後呢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長度變短呢,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的前面呢 調整的車高方式呢,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離載串的固定點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就好了 哈囉 科系家張老闆,你好 謝謝你的收看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 車主已經使用了大概十幾萬公里 所以上座的話我們就一起把它換新的 上面不用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軸心在這裡 所以前面的話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呢 也相當方便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一樣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KT的部分的話一共有 30段的阻尼可調 那這一台的話本來是 是自動變速的 那後來呢 因為變速系統損壞 所以有把它改成 5MT的手排系統 所以這一個是C2 這個軸距很短 所以操控起來是相當相當的 在山路上相當好玩 阻尼的話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今天油一起把上座都已經有換新了 因為使用的里程有點久 那來介紹一下 它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是我們配置的是6公斤的彈簧 它裡面的用料 KT的避震器呢 所使用的阻尼油 是義大利IP的阻尼油 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鏡頭的阻尼油 那裡面內部的油封的話 所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這台車是 是專用的規格 並不是通用型的規格 像這裡有一個ABS感應線 這裡有一個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還有後面的話呢 有一些油管架 這些都是跟C2原廠做一樣的固定位置 所以在安全性上的話呢 是很電力的 是很安全的 都是有符合安全規定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KT的工廠啊 還有北區經銷商跟中區經銷商 我們都有提供了試乘車呢 可以給大家試乘 如果車友有需要的話呢 很歡迎拿來試乘看看 覺得試乘之後有滿意呢 再考慮我們KT的產品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拜拜